可以不起诉我吗 可以不让我朱凯昌吃官司吗 也不行啊 那就是法院认证的告不下去啦 高端就真的是烂货啊 高端二期都没做完啊 党就在护航二期没做完的东西 强迫打在国人身体里面啊 很多人别忘记了去年 去年约莫此时 台湾其实是现在疫苗空窗期当中的 在疫苗空窗期当中 有很多的年轻人 年轻人因为工作的需要 因为重新重返职场的需要 因为顾及家庭收入的需要 他们是在没有选择的余地的情况之下 去接种了高端啊 我是觉得这些人很可惜啊 那其他那种政客我是不care的 所以好不好 每次讲到高端 都要跟大家重申一个 高端是一个二期都没有的报告 没有报告的疫苗啊 他不是什么 你不要在那边 不要再指望他三期啦 他连二期都没有做完啊 他去年跟你说 二期过了 发现其中报告之后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好不好 不了了之啦 没有啊 各位 然后于是乎 为什么跟现在选举有关呢 现在选举不就是高端仔 高端仔 陈时中 然后呢 说要邀请了高端的这个高端 另外一位高端仔 更高端的高端仔 陈建仁 要出任他的竞选总部主委吗 这两个 这两个 我刚本来想讲一个 往开头的三个字的字眼 后来想说算了 后来想算了 我们这么优质的节目 还是先忍一下 我们这个 后天回到我自己直播的时候 我再讲好了 然后呢 这两个 这两个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当时不就是高端的推手吗 各位 我真是三不五十 要唤醒大家的记忆 当年 去年 我们为什么会陷入疫苗空窗期 我们为什么会采购这么少的国际疫苗 为什么要靠 靠美国靠日本 施舍我们疫苗 为什么 因为就是陈建仁这个 这个叉叉 他决定的 他很早就出来受访 出来受访 他在前年的 前年的下半年 就是2020年 疫情刚爆发的那一年 陈建仁就跳出来讲 他就讲说 哎呀 这个国产疫苗开发非常顺利 已经结束一期试验了 准备要进入二期了 记住 当时那个时间点 陈建仁出来声称说 台湾的所谓这个土产疫苗 进入二期试验的那个时间点 已经落后全世界大部分疫苗 主要疫苗 已经半年以上 他觉得很顺利 然后他觉得很顺利呢 他还讲了什么 他还讲了一个双管旗下的策略 什么呢 就是高风险的人物 高风险的人物 高风险的这个族群 职业别 或是高风险族群的 有病史的这样子的国人呢 他可以接种 进口疫苗 那其他人啊 就接种 等着接种土产疫苗啊 各位就是这样子啊 前年的时候 就是陈建仁 他做了这样子的决策 他显然应该是直达 蔡总统的天厅吧 所以就定下了 我们去年导致 大家 大家都受困在疫苗 空窗期当中的那个政策 就是陈建仁这个 叉叉叉决定的 他也不客气的 老实不客气的跟大家讲啊 就是这个所谓双管旗下 你我啊 除了你是这个特殊职业别 在聊天室里面 或是在这个空中收听的 除了特别特殊职业别 特殊病史的朋友 不然你我原本按陈建仁的规划 我们都注定要当高端宅的啊 后来当然是因为疫情大爆发了 所以这个民怨 民怨扛不住啊 才赶快开放这个采购疫苗 才赶快去跟国外要求捐赠 是这样子的啊 那现在这个叉叉叉 他回来做力挺陈建 陈时中 陈时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陈建仁云里雾里的 在蔡总统旁边跟他摇耳朵 跟他讲说我们就是这样子 哎呀我们发展土产疫苗好啊 土产疫苗好啊 棒棒棒 然后陈建仁就出来 每天在记者会里面 人五人六的跟大家 帮大家帮大家挡 挡进口疫苗 然后呢 护航土产疫苗 护航高端啊 那时候对很多高端的质疑 陈时中不是都不理睬吗 陈时中不是都不回答吗 然后呢 当时别忘了 郭台铭董事长要捐赠 BMT的第一时间 陈时中是配合着 民进党的公职名代 什么王定宇啊 然后什么 什么什么蔡培会啦 然后一干人等 在那边造谣抹黑 胡说八道一通 BMT是中国制的 BMT在中国分装 BMT有两种 一种是欧盟有通过 那给外国人打 台湾这边打的是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呢 上海复兴又怎么怎么怎么 香港人都不想打BMT 搞到快过期啊 造谣 然后陈时中在指挥中心 记者会里面 就选择性的 回答对他有利 对党有利的说法 却对一些真相 选择 选择去配合造谣 或是选择性的不回答 大家都忘记了吗 这两个王叉叉 就是在去年恶搞我们的高端队啊 什么总统级服选团队 我今天看报纸写总统级服选团队 我真的想吐啊 什么总统级服选团队 就是高端直销团队啊 你可以去试想高端直销团队 就是陈时中陈建仁这一票人等 这一票人等在上面胡吹啊 胡吹高端多棒啊 陈建仁就是什么金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金传级主任 然后什么蓝传级主任 纷纷都上台去跟大家讲 然后下面就一排的死忠仔 然后随着师父的这个一扬顿促而摇摆自己的身体 就幻想是这样子就好了 去年一整年的台湾 去年一整年台湾 也不要讲一整年 去年下半年的台湾 在疫情爆发之后 整个台湾就是这群高端直销大会 然后呢就是一个练鼓场 然后他现在 哎跳出来了 人五人六的 哎呀要选举啦 哦陈建仁推崇陈时中 是世界级的防疫英雄啊 然后呢陈建仁又推崇 推崇陈建仁 哇陈建仁是这个公卫的一把手啊 世界级的一把手啊 这就是一个 他们两个就一伙的啊 啊当然啊 难道诈骗集团会彼此互接窗疤吗 除非他们黑痴黑翻脸 不然两个人互相吹捧这件事情 不在话下不是吗 难道你会相信陈建仁 吹捧陈时中的话吗 那陈时中吹捧陈建仁的话 难道有什么可信度吗 他就是一个互相吹捧的涌动机啊 你吹我我吹你啦 恶不恶心 想不想吐 趁着现在五点半 应该还没吃饭 要吐了赶快去吐一吐啊 每天看到这些人的嘴脸 我就想吐啊 什么玩意儿嘛 讲得跟真的一样 就是直销啊 就是高端的直销啊 这两个人 然后现在跳出来 所以各位 我说真的 我说真的啦 就是我为什么早先 早先 然后有很多朋友都说 就是有很多朋友说 哎呀陈时中是不是落跑了 防疫不做了 好跑去落跑了 什么什么的 我从一开始 我从一开始 我就在讲 我就在讲 在讲说 不会啊 我非常支持陈时中参选啊 我非常支持陈时中参选 因为 他如果坐在指挥中心那个位置上 他如果坐在卫福部长那个位置上 我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教训到他 没有机会 因为卫福部长的位置是总 是县法上是行政院长 但实际在政治运作上 当然是总统清点 是蔡英文赏他的 我们只能投票 或不投票给蔡英文 我们没有办法 直接教训到陈时中 卫福部长这个位置 同样的指挥中心 指挥官也是一样 他如果永远都待在那个神坛上 身边围绕着一群 把他当成偶像的那些粉丝记者 你一辈子没有机会去质问他一些尖锐 却深刻 而且事关 而且事关重大的问题 那些粉粉那些记者还坐立牌 时中点我点我 我是记者出身的 我看到我的晚辈 我看到我的过去的同业 我简直 我简直不齿你们 我不屑你们 我觉得你们丢人现眼 你爸妈花钱供你去念新闻戏 出来当记者 是让你去帮陈时中擦汁抹粉 去让你舔他 我不能接受啊 好不好 我刚自己消音了 后面两个字大家自己想一下 所以对不对 如果他一直在那个位置上 你就无法给他教训 你就无法表达说 眼够了没有 眼够了没有 给我滚出政坛 或给我滚离开那个位置 他来选举 你各位有机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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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投他 就不要投他 而且把你所有这两年累积的 所有不满情绪 通通化成动机 尽力的去帮他的对手催票 尽力的去说服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不要支持陈时中 不要投票给他 不要给投票给陈建仁支持的 任何一个候选人 不要投票给陈时中 也不要投票给陈时中 支持的候选人 彻底的教训他 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欢迎 非常期待他出来选 他如果不出来选 你各位没这个机会啊 你各位没这个机会啊 所以OK OK 小弟我 小弟我 我说真的 我非常期待这个机会啊 为什么 因为高端 他们用官司想要来整我耶 我当时被高端告一年前 一年前被高端告 这个月下来 将近一年下来 我只开过一次侦察庭 我只开过一次侦察庭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很简单啊 他怎么起诉我 他要怎么起诉我 他要告我什么 我每一份资料 都是真真实实的 都是他 他不想再提的 他不想再提 那是真实的 所以他 他 他不敢起诉我 检察官不敢起诉我 起诉我之后 我去法院 我就可以传很多证人来了 我可以传陈灿坚来啊 我可以传廉家恩来啊 我可以传吴秀梅来 请他证实我的资料 是真的还假的 但是党会让他们出来作证吗 但是党不让他们出来作证 那这个新闻出来了 我会客气吗 我会直播啊 我会写脸书啊 我会想办法发新闻稿啊 我会跟大家报告啊 党不敢让他们出来面对啊 那个资料是真的啊 但他们不敢作证啊 这件事情是可以发生的吗 不可以啊 所以不能起诉我 但是可以不起诉我吗 可以不起诉我吗 可以不让朱凯阳吃官司吗 也不行啊 那就是法院认证的告不下去啊 高端就真的是烂货啊 高端二期都没做完啊 党就在护航二期没做完的东西 强迫打在国人身体里面啊 所以你知道怎么办 拖着 既不能起诉我 既不能起诉我 也不能不起诉我 那所以怎么办 就拖着啊 就拖着啊 随到现在 好不好 各位 这是官司产生啊 官司产生啊 这个既被高端搞 操纵骨架 又被高端搞 泄密 又被高端搞 什么 什么 什么防害名誉 防害名誉 各位 其实这件事情 非常妙是什么 这件事案子 我问过 有很多法律的 专业的朋友 然后其实在我那时候 被告的第一时间 甚至我后来 要出庭的时候 都主动表达说 其实愿意协助我 看我没有需要 那我都说 我都说 先不用 我就是一个媒体工作者 我就是报道事实 那既然它是事实 我就去里面 讲给检察官听 然后他们其实 也还要针对说 高端这个乱搞一通 因为泄密 泄密一个最基础 最基本的概念就是 它必须是真的 它才会是秘密啊 所以 所以你告我泄密 就代表说 那是真的资料 被我供诸于世了 所以才会泄密的问题 但是如果那是真的 那你要怎么告我 妨害名誉呢 我怎么妨害名誉呢 我拿真的资料出来 你就真的这么烂啊 难道你的名誉 是我妨害的吗 不是啊 是你这个疫苗 就真的这么烂啊 所以他告了一个 彼此矛盾的罪名 但没办法 他当时就是需要 他必须要 稀里糊里 什么东西 什么大份都往我身上 都把朱凯祥头上砸 才能够转移焦点啊 好像我是坏人 高端是好东西 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上到 YT搜寻中广新闻网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 最新节目资讯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 打开小铃铛 转发 打开小铃铛 转发 打开小铃铛